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显著水准 在我们以前来看是用那个区间的概念去画它 但其实它最后因为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信赖区间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α是什么 你有没有印象那个α是什么东西 那个α就两个尾巴的面积嘛 是不是 你不是才刚考完吗 公式不是给你们吗 z二分之α那个α就是两边 因为区间它是常态分配 常态分配两个边边的面积组合起来 就是加起来就是α嘛 左边二分之α右边二分之α就是α 但是因为假设检定它有分单位跟双位 所以如果是单位的话 它就是单边一边就是α而已 那那个α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同样的就是一个几率的概念 而且就代表它是会犯下行一错误的几率 有没有 所以概念就是说即便它是落在这边 它拒绝了虚无假设 但是 如果虚无假设这时候是正确的呢 但是因为你是落在这边 所以你就拒绝它 所以你就还是有可能会犯下行一的错误嘛 对不对 意思就是这样啊 虽然你拒绝它 那你拒绝它只是因为你画了这条线的概念 因为你画这条线你就认为s bar落在拒绝域 那就代表s bar跟我的82是什么 是有显著差距 但那个是你讲的啊 不是真实的情况啊 所以你还是有极有可能犯下什么 犯下行一的错误 就是你可能犯下说明明mu等于82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你画这条线你落入了所谓的拒绝率 所以你拒绝了它 但是真实情形有可能它还是跟它是类似的 所以你就犯下行一错误了嘛 那所以犯下行一错误的几率就代表这块面积啊 那当然这块面积如果越往右边过去的话 它的面积越小 面积越小就代表你的s bar取样 落在这边的几率是很小 那落在这边很小的意思 你的s bar取样出来 如果在这边几率很小 就代表你犯下行一的错误的几率就也很小 那也很小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啊 因为假设检定它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一定是成功的 它有可能还是会有失败的 还是会有失败的 那所以这个α就代表这个面积 那这个面积就可以来决定我的这个CV了嘛 对不对 面积告诉你了 你决定CV你会不会做 这个就是之前跟信赖区间也差不多啊 好我们假设来看 等一下再看 先单位检定 单位检定就是你的检定值落在临界点 临界值 CV叫临界值 它某一边就像落在右边 它拒绝虚无假设 那单位不外乎就是右尾跟左尾 那如果是双尾呢 双尾它只要是落入左右两边 其中一边都可以叫做拒绝 叫拒绝 好 好现在如果告诉你我的α是等于0.01 所以今天在做假设检定的时候 它不是给你什么 像我们之前谈到的信赖区间 是90%的信赖区间 或95%的信赖区间 现在在假设检定 它是告诉你的信心水准是α 是等于0.01的时候 那这个α0.01 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意思 就代表它可能会犯下行医错误的几率 那犯下行医的几率只有1% 那当然小不小 算很小了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可以接受 好那如果是α等于0.01 它的这个面积有多大 它的面积是0.01 α等于0.01就这边 如果是单位右尾检定的话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它转换到 这个标准常态分配来看 因为我们待会下一节要看的就是 我们要把在做Z检定的时候 假设检定里面的Z检定的时候 你就是用标准常态分配去做 那标准常态分配的平均值是0嘛 然后你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面积0.01 那至于对应的Z是多少 所以这个Z就变成是一个什么 这个Z就是我们说的critical value 就是它的临界值 α等于0.01知道 那你要知道标准常态分配的Z 这个Z就当成是我们的临界值 那这个东西怎么找 这个东西就之前我们谈过也类似的 你就可以用norm.s.invert 对不对 用incel这个函数 你就可以打0.09进去 因为这边是0.01 所以左边就0.99嘛 所以把0.99搭进去你知道 所以这个Z是2.326 大约是2.362 这个Z2.36326就是类似 就会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 critical value 就是我们的critical value 那critical value的意思就是什么 区分拒绝域跟非拒绝域 拒绝域在CV的 在CV的左边就是非拒绝域 右边就是拒绝域 OK 那如果是这个右围检定 如果是左围检定 那左围检定的话 因为它是对立的 所以你刚刚 我们刚刚查到的是的话 2.326 如果是2.33的话 左边右边是2.33 那你的左边就是-2.33 因为常态分配是对立的 对称的 对称 如果是双维检定 α等于0.01的双维检定 那它这个Z值会多少 那因为双维检定 就跟我们的区间 信赖区间一样 它是两边的面积 那两边的面积 加起来要等于0.05 所以一边的面积是多少 0.005 0.005 那这时候你一样 你可以用这个norm.s.invert 带0.005进去 得到的是-2.57 5758 2.5758 2.58 那这边是负的 那这边就正的 所以-2.58 正2.58 所以左边 这两边都是拒绝域 中间就是非拒绝域 所以代表什么 你的取样结果 如果是落在这个中间的话 落在这个中间的话 那你就没有拒绝虚无假设 那如果落在 落在拒绝域呢 那你就拒绝虚无假设 就这么简单 所以之后再做假设检定 其实就是这样子概念而已 看你是落在拒绝域 还是非拒绝域 如果你是落在拒绝域 就是你拒绝虚无假设 为什么 因为你跟我的样本的 跟母体的参数 有显著的差距 所以这个一个sumurai 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 左围检定 那虚无假设是μ等于k 对立假设是μ小于k 这是左围 μ小于k是左围检定 那如果你的α是0.1的话 你的cv会多少 α0.05cv的话 这个都可以直接用ecell去算 那0.01是多少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的α显著水准 这个信心水准越小的话 它的这个cv会越左边 越左边 那右围检定就是这边 那双围检定 这个这边的cv的数据都可以自己 我们透过ecell去算出来 好 那这边 这个其实就回去自己算就好了 这个我们就不看 这个你们自己会做啦 这个用ecell去算都可以算得出来 不然就要查表 好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看z减定 那我们刚刚谈的也主要就是平均数 那平均数我们要去检定它 当然不是只看平均数 我们今天说要有一个test value 我们一开始其实在哪边也有谈到要test value 好 我们要去得到一个叫检定值 那这个检定数字是跟 如果你今天是要检定平均数的话 你还是要先把它转换成一个叫 检定数值的东西去看 不是直接看平均数而已啦 虽然我们刚刚画的那些示意图 都是说你的样本平均数86跟82这个距离 但是最后我们为了要检定它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转换成检定的数值 那这个test value对平均数来说 它有平均数的检定数值 那平均数的检定数值怎么算呢 一般来说所有的检定数值都一样 不管你今天是要做平均数 或者是做这个比例 proportional比例的概念 或者是变异数标准差等等都是一样 就是你要把你的观察值减去你的期待值 再除上你的标准物 除上你的标准物 那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检定数值 那观察值就是什么 就是样本 就是你取样出来的样本 那个叫观察值 那期待值呢 期待值大概就是母体的参数值 所以就是母体的平均数 所以你的观察值就是你的样本的平均数 减去母体的平均数 除以你的标准物 那标准物一般来说就是 一般来说就是像样本平均数的标准差 也是标准差的概念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把它构成一个检定数值 那你想想看这个如果把它变成 出于标准差的概念的话 这个有点类似什么 这个就是类似我们的standard score 标准分数啊 对不对 标准分数怎么算 你们想 标准分数就是 你的一个数值减去你的平均数 除以标准差 那不就是这个数值吗 所以这个检定数值对平均数来说 就类似它会得到一个标准分数的概念 所以对我们在检定这个母体的平均数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叫做Z test 就Z检定 那这个Z检定的概念当然就是 你的S bar样本数减去你的母体平均 母体的平均数μ 然后除以它的σ over n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是取样 所以取样出来的样本平均数 当成是一个常态分配的话 它的标准差跟母体的标准差是差什么 是差除以更好n嘛 这个观念很重要 要除以更好n 所以Z是等于S bar减去μ除以σ over更好n 这个就得到你的test value 这是它的检定值啦 那这检定值其实就是我们的 类似一个标准分数Z 所以之后我们就可以搭配标准常态分配 利用标准常态分配去看它的 critical value在哪边 它的零件值在哪边 然后再去看它的Z值在哪边 然后就可以 因为这个Z值决定了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检定值嘛 检定值决定之后 你再来看看你的critical value在哪边 然后你就可以去比较 它是落在拒绝域还是非拒绝域 就可以来得到你的检定的结果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前提是什么 因为刚才这边需要的sigma 这个sigma是母体的 所以我们在做Z检定的时候 你用到的这个sigma是母体的 母体的这个标准差 所以前提是母体的标准差要知道 所以当母体的标准差已经知道的时候 你在做平均数的Z检定 当然还是要随机样本 然后最好尽量是常态分配 或者是你的样本数要够大 超过30 好 来看一个例子 来念一下好了 来 吴冠廷 来念一下 我听说 我听说的平均支易 超过 去 一年一年 先进去 太多 何庆 利用的查识 只有 我一位校长 只要在那里面 学生在部落上 超过一年 他交参来 一直在 市卫 学生的 一样 并且发现 它不测试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題目了 所以 智商101.5 你們智商多少 你們沒有做過智商測驗嗎 沒有啊 真的假的 不是以前國中還是高中都會做 沒有嗎 所以你們都不曉得你們智商多少 哎呦是嗎 大學也沒做是嗎 強烈應該建議來做一下 智商當然智商高低不代表什麼 智商高低只代表你的邏輯思考能力好一點 但是後天努力也很重要對不對 好啦 平均這個州的平均是101.5 那母體標準差也告訴你了 那這時候這個校長他認為他的學區的學生會比較高 但這個學區的學生還是什麼 還是在這個賓州裡面 所以他等於是認為他這一區的學生可能會比較特別 所以他認為他的學生的智商是高過101.5 他有一個優越感對不對 我這個學區的學生比較好 台灣也有很多這種概念對不對 當然不是因為學區的學生好了 他有些都是因為家長為了要讀好學校所以把 把你們的戶口簽到明星學校有沒有類似這樣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看過同學是這樣子 應該很多啦 所以學生他認為這個學區可能不錯 所以學生 好的學生都被吸引到這裡來 所以他認為他們的這個學區的學生會比這個101.5來的高 所以他就去做了實驗 他挑了30位學生而已 隨機樣本 他發現他們的智商平均是106.4 看起來106.4跟101.5有沒有 看起來差很遠 當然數據上顯示是這樣 但我們說過 你隨機去取樣 這106.4跟一定不會等於101.5 那到底這個顯不顯著 這樣的檢定到底不OK 所以他要在α等於0.05 就可能犯下行醫錯誤很低 百分之五的情況之下來檢定 這樣主張到底要不OK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統計檢定 那這個統計檢定的話 通常有幾個步驟 你們大概也可以follow這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你當然要先把你的假設 要先把它乘述出來 所以呢 我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虛無假設就是沒有差異 對不對 μ等於101.5 這是虛無假設 那我的對立假設是什麼 對立假設根據他的描述 他認為他的學生智商比較高 所以他的μ就應該要大於 他的平均數101.5 對不對 這很合理嘛 所以第一步要先把這個假設 要先把它確認出來 OK 然後接下來 alpha等於0.05的時候 他的臨界值會多少 那alpha等於0.05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說過是 因為這邊大於等於 大於101.5 所以這是幼微減定啊 那幼微減定的時候 alpha等於0.05 所以你要去算出 他的那個z值是多少 他的臨界值z是多少 所以你這時候要用 norm.s.invert 去算出他的這個z 是等於多少 那當然 你可以算0.05 那你算0.05 如果你是用norm.s.invert 然後0.05 算出來應該是-1.65 但是他是正 他是對應的嘛 所以他就變成是正1.65 所以他的臨界值 因為他是右尾啊 右尾是右邊嘛 所以是正的 所以是正1.65 這個是他的臨界值哦 這是他的臨界值 那臨界值算完之後 我們就要算他的減定值啊 那減定值就是減定他的什麼 Z-score他的Z-score是等於S-bar-mu -sigma over n S-bar多少 106.4 是他的這個 sample的平均值 mu 母體的平均值 除以多少 除以S-sigma over n S-sigma已經告訴你是 標準差在這裡 標準差是15 所以15除以30個樣本 根號30 算出來的Z-score是1.79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比較 你的Z-score跟我的臨界值 之間的關係 所以哪一個在左 哪一個在右 臨界值1.65 Z是1.79 所以1.79在臨界值的哪一邊 哪一邊 拜託 1.79跟1.65 1.65是臨界值啊 那1.79是在臨界值的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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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在拒絕域 還是非拒絕域 拒絕域 所以就拒絕 就這樣而已 所以 1.65在這邊 你的1.79在這邊 所以他落入拒絕域 然後 所以 我們就拒絕什麼 虛無假設 那拒絕虛無假設 你最後要一個結論 所以說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 我們學生 這個區的學生的智商 是高過周的平均智商 對不對 但他支持他 但是他還是有 5%的機率會犯下 行醫的錯誤 雖然他是支持他 對不對 但只是代表那一組證據 那一組證據 支持他 可以拒絕虛無假設 但是他還是有可能會犯下 行醫的錯誤 那那個犯下行醫錯誤的機率是多少 5% 是0.05 OK 這樣清楚了嗎 假設檢定是最後就這麼簡單而已 但前面的概念 前面的概念就是搭配這些東西 去說出來 OK 好 SAT的測驗 你們沒有考SAT嘛對不對 我們是考什麼 指考 學測 好 那這個SAT 反正他就是一個分數而已 那這個分數裡面 就是 反正 母體的標準他也知道了 好像是100 那這個校長希望他知道說 他們的學生 全國的SAT 那全國是 SAT 就是美國 那SAT 平均是515分 標準差是100 那我們要看看他這個校長希望他的學生的成績 是不是 他可能比較沒有信心 他認為學生的成績是不是低於全國平均 那有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有36筆資料 36筆資料 那我們來做看看在AFA等於0.1 就是10% 10%的情況之下 他的這個資料能不能支持他的主張 那他主張是什麼 他的主張他是想要知道他的學生成績有沒有低於全國的平均 好 所以同樣第一步你要先把你的主張先把他確立 所以呢 虛無假設H0是μ等於515 那他的主張是什麼 μ小於515 好 所以我們先來一樣第二個看零介值 那AFA等於0.1的零介值是多少 那這邊要注意哦 這是什麼 小於 所以小於是左尾還是右尾 是哪一個尾的檢定 小於是左邊嘛 所以是左尾檢定 那左尾檢定的話 AFA等於0.1他的零介值就會是負的1.28 負的1.28 負的1.28怎麼算會知道 然後呢 接下來算他的檢定值 那檢定值的話 你就把剛才的數據去算出他的平均 算出來平均 509.0.28 那代入 代入這個Z的檢定值是 Sbar-μ 就是509.028-515 509的確比515小 對不對 好 再除以他的母體的Sigma 除以根號N 100除以根號36 算出來Z是負0.36 好 負0.36是他的檢定值 那我的零介值也知道啦 負1.28 所以Z是在 這個檢定的Z值 跟我的零介值的關係是什麼 他會落在哪一個域 拒絕還是不拒絕 落在不拒絕嘛 所以 負1.28很小在這邊 但是你負0.36在這裡 所以你看起來 你看509跟515差 還差個幾分 差了快6分嘛 差了6分 但是因為他的資料分佈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去做檢定出來的結果 他是不顯著的 他的誤差 就是他跟我的 跟我的平均數的誤差 其實是 差距是不顯著的 不顯著他所以落入在非拒絕域 所以我們的虛無假設要不要拒絕他 虛無假設就不拒絕啦 對不對 所以因為他是落在非 這個是 課本不曉得跟著寫錯啦 至少PowerPoint上是寫錯 落入非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不要拒絕虛無假設 不要拒絕虛無假設 那最後決定 就是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他的學生的成績低於全國平均的主張 所以做完檢定之後 你還是要用口語的描述他出來的結果 所以考試也是一樣 假設檢定不是假設檢定完說 我們就拒絕或接受虛無假設 你最後還是要再把他的完整的論述 要把他講清楚 要把他講清楚 所以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學生的成績低於全國平均的 這樣的一個主張 要把他寫出來 好 好 尹文宇 念一下 不會念就跳過 好 報告指出 中風患者的回復成本是 24,672美元 為了求出某一家醫院的平均恢復成本 是否有差別 有一位研究員在醫院挑選一組 三四五位中風患者的樣本 並且求出他們的平均恢復成本是 大約6,343美元 國體高層差是3,251美元 在α等於0.01之下 可以得到該醫院的 運費復原成本有別於 大約4,612美元 這就是一個Foundation Foundation就是基金會 一個基金會的一個研究報告 那這個當然有一點感覺上 像我們在健保在抓說 有些醫院他們的好像 他們的那個 有些數據是好像有點異常 這類似也可以用假設檢定的概念去看 就是說 他可能花比較多錢在做復原 那是不是因為這家醫院 他趕快多扣了一些錢 類似這樣 因為平均的 平均的 平均的這個 母體的平均數是知道的嘛 那這一家特別貴 這家35位的樣本出來 告訴你他是2萬6 那就是2萬4啊 看起來好像有差嘛 那到底有沒有真的有差 不是口頭說白話嘛 你還要一個檢定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用什麼檢定呢 在α0.01之下來做檢定 那我們怎麼做檢定 一樣先做你的假設 乘數 H0μ等於24672是沒有差別的 那他對立假設 那對立假設他只是說不等於啦 所以 你沒有特別說要讓他大於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用不等號 所以 用大於小於或者是不等號 完全是取決於你的那個問題的描述 你的問題描述像剛才的描述他只是說 只是說看起來當然26343是比24672多嘛 當然應該是多但是他只是要問他有沒有差別 為了求出他的平均復原成本是否有差別 所以你要看清楚他的文章的描述 他只是在描述有沒有差別 他沒有特別強調要大於多於或少於 所以只要有差別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我們的這個論述的主張 就要寫成不等於 注意這個地方也要注意 那不等於就是他的對立主張 那這時候接下來一樣求靈界值 α0.01 那因為這個是雙微檢定 不等於是雙微檢定 所以這時候你的兩邊原來是 因為α0.01 所以他的兩邊的面積是0.005 所以去雙微檢定出來的 零件值正負2.58 這個之前也算過了 然後他的Test Value呢 你去算了 算出來結果是3.04 好 所以3.04跟2.58的位置對應在哪邊 2.58負的2.58正的 3.04是在右邊 所以這個3.04是落在哪邊 落在拒絕域嘛 那既然是落在拒絕域的話 所以我們就拒絕什麼 虛無假設 好 那既然拒絕虛無假設 你還要再一個結論 就是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這個醫院的平均復原成本是有別於 因為你不用特別說他大於 因為你的主張 你的主張只是要說他有別於 有差別 那你不要特別給伯 要說他大於他 當然他是大於他沒錯 但是你的原始問題描述的假設 並不是要讓你求他大於他的那個假設 你只是要讓他不相等的假設 所以你的結論也是一樣 就是有別於這個平均的 平均數的這種概念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們剛才的那個檢定的方法 就是 就是怎麼樣 先把 先知道你的 先確立你的主張之後 求他的CV 臨界值對不對 根據你的α去求臨界值 然後再去看你的Z檢定 然後看他去比較 那我們現在換另外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來做檢定 可以用叫P值法 叫PValue的方法 那這個P其實代表就是機率的概念 他其實跟Z檢定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他今天不是用Z 不是用這個 不是用那個臨界值的概念來看他 他是用機率的概念來看他 是不是落在所謂的拒絕域或非拒絕域 那 所以我們直接看這就好了 Z檢定是比較α對應的Z分數對不對 就是你的α知道之後 然後去跟你的那個檢定的分數來去比較 他的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那P值法呢 PValue的方法是直接比較α 因為α本身是一個機率對不對 我們說過α是什麼機率 α是什麼機率 α是什麼機率 α是犯下行一錯誤的機率 是不是 α是犯下行一的錯誤機率 但是他也可以利用α來決定 他的那個quitical value在哪邊 那這時候我們不用比較Z 他的CV跟你的Z 而是用來比較什麼機率的概念來看他 怎麼來看 我們來看例子比較清楚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假設 今天如果我給你的 題目給的α是0.05 那代表什麼 代表0.05的這邊就是0.05的面積 對不對 0.05的面積 對不對 就是我們如果是幼微減定 如果是幼微減定 你的α等於0.05 那就是這半邊的面積是0.05 那如果α是0.1 那α是0.01 那就代表更右邊 0.05大還是0.01大 0.05大 所以0.05大他的面積 所以他這條線 這個就是他的quitical value 原先我們所謂的零界值的位置在這邊 往右邊這個是他的面積 那0.01比較小就在這邊 好那今天如果假設 我今天找到我的s bar 大於52的機率是0.0356 我讓就是從我的這個統計的資料裡面 我知道我的p算出來的 就是我的取樣出來的樣本大於52 這樣的一個機率如果是0.0356 那這時候0.0356 那p大於52 52假設在這邊 那大於52是在這半邊 那大於52的這個面 這個機率就是大於52這個點 往右邊的面積 那這個面積是多少 就是你算出來的機率 就是0.0356 那如果是0.0356 正好在這邊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利用p值法去檢定它 到底是落在拒絕或接受欲的時候 那因為你的p值 如果以剛才這個例子 0.0356來看 p等於0.0356 它跟α 那它的α是0.05 所以0.0356是小於α 這是你的p值 s bar如果大於52的機率是0.0356 這個值小於α0.05 那這個時候它是落在哪裡 0.0356這個點是落在 跟0.05這個面積比起來 它是落在右半邊 所以是落在哪邊 都在拒絕欲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那如果今天α是0.01 那0.01是在這邊 那我的p大於52的這個面積 是0.0356是落在這裡 所以它是落在這個0.01的左邊 所以這時候它就落在非拒絕欲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會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跟你人際檢定的概念是一樣 只不過它今天是把它變成用面積 用機率的方式來檢定這樣一個數字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例子會 這邊有幾個說法 這種p值法呢 其實以後你們如果在有些 有些研究報告裡面 他都會跟你說 它的顯著水準是很高的 因為它的p value小於0.0001 那p value小於0.0001 就代表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那個機率的值很低 很低的情況之下 它代表它犯下行為的錯誤距離也很低 所以這時候就代表它是顯著的 那p值法一般的決策規值 如果你的p value是小於α 當然就拒絕 如果p value是大於α 那就不拒絕 那為什麼 就剛剛說的 p value在這邊 它小於α 小於0.05 它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這時候拒絕 那如果p value是 剛剛是小於說錯 小於的話是拒絕 大於的話就變不拒絕了 所以小於的話是拒絕 小於 小於是拒絕 對啦 那大於是不拒絕 小於的話是拒絕 那大於的話就不拒絕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事先指定這個α的話 沒有事先指定的α 就是我們沒有給它一個規定說 那個犯下行為的錯誤要多少 情況之下 通常你的p value只要小於0.01的話 因為這個代表它犯下行為錯誤的幾率 已經小於0.01了 那代表很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直接可以說 我們就拒絕虛誤假設 因為它的差異是顯著的 就是說沒有事先指定α 我們直接看它的這個p value來看 那我們可以直接說 當你的p value小於0.01的話 你就直接拒絕它 如果是在0.01跟0.05呢 那我們還是認為它是顯著的 所以還是拒絕它 但是如果是在0.05跟0.1之間呢 那這個時候機率就稍微高一點了 就是類似5%到10% 犯下行為的錯誤的幾率是5%到10% 那這時候你可能還是可以拒絕 但是你要先考慮 有沒有可能是有機會犯下行為的錯誤 所以這時候要思考一下 但是如果你的p value是大於0.1的時候 你就不要拒絕了 因為它這時候差距我們就認為不是那麼大了 它差距是不顯著的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p值法怎麼用 來 王文元 唸一下吧 有一位演說員希望前進14年 自農曆大學的平均學費超過5700美學的成章 他挑選了一組36位農曆大學生的量分 並且發現平均度是598-56 在α等於0.05之下 是不是有證據支持主張 使用p值法 好 這個如果我們用之前的z值減定的方法一樣 反正不管用什麼方法 你第一步都是要乘述它的主張 乘述它的主張 所以學費h0是mu等於5700 他認為主張超過 超過的話就是大於 所以他主張是右微檢定 h1是mu等於大於5700 這是他的主張 先把這個主張 先把它假設 他的主張要先把它的虛無或對立角色 要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接下來還是一樣 都要先算他的檢定值 他的檢定值算出來 利用他36位樣本 算出來5950-57 然後再去sigma3更好 算出來是2.28 2.28 好 那2.28 當然 剛才我們如果是用z減定的話 其實我們第二個步驟 會先去算0.05 他的critical value 對不對 是不是 如果按照剛才的做法 他是先乘述主張之後 去算出他的critical value有沒有 算是α等於0.01去算他的critical value 然後再去檢定他的數字 去跟他比嘛 是不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一樣 然後現在如果用p值法的話 我們先假設一樣 第一步驟都是一樣 但是第二步驟 我們就直接去算他的檢定數值 我們就不去算他的critical value 不去算他的臨界值 因為我們這時候只看他的機率 所以z等於z2.28 那我們現在是右微檢定嘛 所以呢 我們要去看 要去看什麼 對z等於2.28的右邊的那個面積是多少 右邊的面積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 當然課本這邊是用插表 你可以用norm.s.dist 這是他的distribution 然後z這時候是2.28 這是檢定的數值 這個畫一個圖來看 不太準 我們的z是多少 2.28嘛 那我們今天是右微檢定 所以我們要看看 z大於2.28的面積 右半邊面積是多少 因為這半邊的面積 這半邊的面積 再來跟我的這個什麼 再來跟我的α來做比較 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算2.28呢 你就是用norm.s 有加s就代表是什麼 有加s就代表是standard 就是標準分數對不對 標準常態分配 標準常態分配的distribution 然後2.28 然後後面加一個true 就代表它是累積的 是累積的 所以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是代表是什麼 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是0.9 0.9887 這是代表什麼 左半邊的面積 懂不懂 2.28你用norm.s.dist 去算出來 用true的那個去 是算出累積的面積 所以代表 左半邊 在2.28左半邊的面積是多少 0.9887 那我們今天關心的是什麼 右半邊的面積啊 所以右半邊的面積 你還要再把它去什麼 用1去扣掉它 得到0.00 0.0113 這個才是什麼 這才是你 大於2.28右半邊的面積啊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把它 用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它是累積的 因為它這個true的意思 代表它是累積的面積啊 累積的面積是從左半邊 從無限大 累積到右半邊的 到2.28這個點的面積 是0.9887 但我們今天關心的是 右半邊的 所以你要再用1 因為全部的面積就是1嘛 1扣掉0.9887 剩下的就是0.0113 所以這時候我的Z 大於2.28的面積的P值是多少 它的機率是0.0113 這個就是P值法啊 那有P值法之後 再來用P直接來跟我的α比 那我的α這時候是多少 0.05 所以0.05往右是這邊 那我的P是0.0113 那當然是更右邊啊 更右邊 所以代表這個時候 這個值就會落在哪邊 落在拒絕域啊 我們知道 α如果是0.05 它可能會落 它的面積在這裡 但是我現在算出來的 Z大於2.25 它的P值 它的面積 P值就是機率嘛 那它的機率 就代表面積是大於2.28 所以代表2.28 它的這個面積是更小 是0.013 所以它應該更右邊 更右邊的話 因為0.013比0.05小啊 所以它的面積比它小 情況之下 這個所在的位置 就是比它的什麼 α等於0.05的時候 更右邊 更右邊就落在什麼 落在拒絕域啊 所以利用P值去比較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時候 它的值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有足夠增域支持 它的學費是超過 超過5,700的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方法都要會 Z減定的方法跟P值法 那P值法跟Z減定的方法 其實原理一樣 只不過一個是用 critical value 因為它給你α 你就可以去算它的critical value 就是Z的那個critical value 然後去比較你的減定值 跟你的critical value之間的位置 然後決定它是落在拒絕 或非拒絕域 但是如果是用P value呢 P value一樣 它要先 還是要算它的Z值 算出它的那個減定值 然後這個減定值 如果是右尾的話 你就算它往右邊 如果是右尾減定 就算它大於那個Z值的面積是多少 那算出那個大於那個面積多少 就是它的P value 就是它的P值 那它的P值 再去跟你的α 那α如果是右尾減定 它當然就是右邊嘛 那你要看看這兩個面積 哪一個大哪一個小 因為它都是往右邊去算 所以面積越小的越靠右邊嘛 所以0.0113更靠右邊 那0.05就比較左邊一點 所以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點是落在什麼 拒絕域 那就可以知道去拒絕它 但是如果你算出來的P是0.06呢 那0.06大於0.05 它還落在左邊 就落在非拒絕域 就這樣 你知道嗎 這就是P value P值法 這就是用這種方式去算它的 這樣清楚嗎 可以問啊 趕快啊 這個 反正這些都是全部我考一定會考的 我問一問 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 OK嗎 看你好像有點confused 哪邊有問題可以講啊 P啊 這是因為我們還是要檢定一個 當然它這邊畫 課本這邊畫的是用它實際的數字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把它變成是 變成是用那個標準分數來算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是用0來寫 可能比較好一點 0 那因為55950 它這只是用實際的數據去看它 這個5950 對應我們的Z減定就是2.28 那2.28怎麼來的 就是用這個去算出來的 那這個算出來結果 2.28 我們要看它的面積 因為面積就會決定到 你所取樣的那個點 它的位置是在哪邊 平均封數8里32天的資料是 8.2 母體標準差0.6 α0.0 用P值法 所以同樣的再做一遍 好 現在封數是μ等於8 那它只是說 怎麼樣 它只是說 它只是說有沒有拒絕主張 所以拒絕的話只是 就是不等於 所以它比較特別說 大於或小於 好 那 那 μ等於8 是它 這時候反而它的母體是 它的虛無假設 這時候反而變它主張了 那它的對立是不等於 所以這時候 你看反過來 它的主張是變成是虛無的 那Z是8.2-8 除以這個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幹號32 算出來是 Z是1.89 好 那1.89 我們這時候沒有 因為你的alpha是0.05 我們沒有它的critical value 沒有它的那個臨界值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是用 要把這個Z 因為這個不等於 Z大於1.89的面積是多少 所以Z大於1.89的面積是多少 我們就先用這個 norm.s.dist 先去算它的1.89 那1.89算出來的結果 一樣 就是剛才這邊是0 這邊是0 然後這邊是 是1.89 那1.89所對應的面積是多少 算出來是0.9706 那0.9706再去把它扣掉 扣掉出來的面積是0.0294 那0.0294 不要忘記 這個只是什麼 只是單邊的面積 只是 因為它這個邊是少 因為它原來的 原來它告訴你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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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的平均數是8.2 那8.2-8 所以是1.89 所以它是落在右邊 但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對立假設是不等於 那不等於的話 這是雙微減定 所以即便你的數據是8.2 8.2超過8 那8.2超過8 你用這個去算出來 0.s.d 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 0.976 再扣掉它 所以得到是0.0294 那0.0294 是這半邊的面積 這只有一邊的面積 但是今天是雙微減定 所以雙微減定 你還有另外一個尾巴 是在這邊 因為它是 對稱的 我們說常態分配都是對稱 所以0.0294 這邊是0.0294 所以你要把它 它乘以2 所以你的 用p value去算的時候 你的面積 是要把 單邊的 單邊的 算出來的面 這個面積 就是它的這個幾率 還要再乘以2 才會真正是它的p value 因為它是雙微減定 那這個雙微減定 2 乘以0.094 等於0.0588 0.0588 0.0588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真正的α是多少 那真正的α是 我們α是0.05嘛 所以0.0588跟0.05比起來 當然p值是比它大 p值比它大的情況之下 代表你是落在非聚絕域 落在非聚絕域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像我們單邊 一邊是0.0294 但是α等於0.5的時候 一邊是多少 0.025 所以從這個圖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0.025跟0.0294 當然這個比較大 比較大就在左邊 那比較小在右邊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的這個採樣的 取樣的指示 落在非聚絕域 所以因此 我們就不拒絕虛無假設 那最後結論是 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它的平均封數 不是 應該是不是 每小時8英里的主張 這個是課本 好像有點像 犯了一個小錯誤 好啦 這個觀念應用題 你們回去可以自己算看看 這個題目 就是反正 它有數據給你的話 你去算看看 這個我們下禮拜 繼續再來看 平均數的t減定 回去再想想看 這個 這個假設減定的東西 是比較 比較新的概念 所以回去再 仔細練習一下 好啦 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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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